考古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小的发现中 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然后根据这个线索你就发现 这个东西越来越大 就像拼拼图一样 然后就像一个侦探一样 把它拼成一副过去的历史的图景 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乐趣无穷 我叫王晶 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 我在2018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之后 一直是在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是位于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 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 根据我们的发掘 这里是又同时有城址区和墓葬区 就能参与琉璃河的话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勘探的工作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现在这边大致的地层情况 发现了什么遗迹现象 这二层图 这二层图的合层图比较弱 那那个叫啥木处在几层下 木处的都是二层下 就是二层下 二层下 考古发掘之前 那我们要先进行调查和勘探 这些遗迹会被我们通过很多个点 连成片画成一个个的圈圈 然后我们会判断这些圈圈是否有发掘的价值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做足了前期的准备 但其实也并不能完全的知道地下的具体情况 真实的情况还挺像拆盲盒的 对有时候能拆到隐藏款 有时候可能是个空盒 我们去年开了五个盲盒 然后发掘了一共是五座墓葬 其中叫做编号是1902的这座墓葬出土的这个统齐上面 记载了太保庸烟的名文 这个过程其实也很漫长 首先是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呢 就能看到这是一个体量有 对能看到一点这个统齐的边缘露出来 还需要一层一层的把它拨开 外面清理出来 把这个绣基本除掉 我们去年花了快两个月 才可以对这个统齐进行开盖 当时是我们做文物保护的同事 然后开的这个盖 然后一看拿在手里 有字 我就拿着来看这个字嘛 确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有太保 烟 那肯定是非常激动了 这四个字算是北京建成最早的证据了 这个房间呢是我们2019年从城址去发现的一些这个出土的遗物 主要是以陶片为主 就相当于是比较重要的这种能看出气形的一些陶片 可能刚刚到琉璃河的时候 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落差吧 当时是对城址我们是寄予厚望的 但是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遗迹啊 随着时间的关系 它可能已经被就是慢慢消失了 很多情况是做了很久工作找不到东西 但我们这次在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城的西北角还有大型夯土建筑的遗存 我之前还以为城内可能什么都找不到了 那是不是当时这个城里有很多这样的大房子 这些都是问题有带我们进一步去发现的 考古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小的发现中 就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 觉得没有什么情况的某一天 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然后根据这个线索你就发现 啊这个东西越来越大 就像拼拼图一样 把它拼成一副过去的历史的图景 我们琉璃河的团队呢 实际上就除了我之外 还有两位常住的90后的这个女队员 确实是会给这个考古工作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 更适应这种新的科学技术 然后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 我会对每一个遗址进行三维模型的建立 目前我们的考古工作计划是做到2025年 对于我个人来说肯定还是会一直就是在琉璃河这片土地上 然后继续探索琉璃河的位置 然后能让我们知道更多过去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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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